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央视一档与装修 有关的节目叫交换空间 相信很多朋友看完后 恨不得马上动手把自己的家照着 里面设计好好改造一番 变成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漂亮 节目中的设计师一般带着光环出现 用心合创一包每一个平凡的小家 一步步改造成居住者梦想的样子 看完后作为小编也经常感到不已 家便漂亮了 夫妻的感情也得到了升华 可见温馨的居住环境对感情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交换空间无可扣非是个很成功的节目 但一路坐下来却也做了不少看了尴尬 甚至辣眼睛的案例 下面小编整理一些出来 算给大家提个醒 搞装修不能千万不能这么搞 不然真的会落眼睛的 仔细想想那些您看过的交换空间 那些落眼睛的案例 让人重新刷新对丑的理解 涉颜色搭配 怎么看着就这么不舒服呢 交换空间装修失败案例 在交换空间节目和设计师的共同努力下 安山某几户人民终于住进了麦勒迪的中包 因为女主人恨下 所以设计师在客厅靠墙 住了一扇厚重的假推拉门 拉开就是女主人的剧情仿修身堂广告杀笼罩 设计师说 每个男人都渴望亲手打开美丽女主人的玫瑰花门 这象征意义还能在直白底 这是什么鬼 里面不会真的有鬼吧 黑白灰紫 这颜色搭配我给满分 因为成功吓到了鬼都不赶进来 不说了 请戳瞎我双眼吧 再来两张 我就想说这两种风格你选哪个 墙上搞些ABCD是为了啥 教小孩子英语吗 这酒红色的沙发看着都有点瘆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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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